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大米花糖的做法 准备300克大米 我用的是东北的珍珠米 米粒比较短小 锅里烧油 油温烧至高温 先少放点米粒 试下效果 能够迅速浮起来爆开花就可以 300克米粒分2-3次放到锅里 全程开中大火 米粒下锅3-5秒浮起 迅速爆开花 爆好的米粒非常酥脆 现在咱们开始熬糖浆 锅里放60克白糖 80克清水 30克麦芽糖 没麦芽糖的可以用蜂蜜代替 开大火把糖熬至化开 改中火熬至大泡 变成密集的小泡 颜色微黄变粘稠 改成小火倒入米花 快速翻拌均匀 让每一粒米花都包裹上糖浆 倒入放了熟芝麻的模具里 趁热整理平整 最后用手掌给它按压紧实 晾上几分钟 米花糖定型变硬 还有一点余温的时候 倒扣脱模 给它切成小块 这样我们的大米花糖就做好了 密封保存能吃好多天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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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